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眉门的频道 功夫主厨到你家 让你在家也能做出好菜色 而且是素食的哦 上次温博帮我们介绍的是 酱烧天辈 这次要帮我们带来什么菜色呢 好今天介绍这道菜叫香松三明治 我们去超市很简单买到香松 素的香松哦 对对对 那第二个是我们这个是无淡奶的沙拉 它这个有机超市都买得到 那过来是我们的番茄 这个番茄是我们选用黑色番茄 黑色番茄 对但是你要用番茄也可以 就是说基本上我们选用黑色番茄 是因为它的味道比较够 所以我们选用黑色番茄 对那除了黑色番茄 还有一个带地瓶可以用 这个苹果 也可以加点苹果在里面 对或是两个都可以用 那过来是我们的小黄瓜 以上大概就是这些材料 做完首先我们要把烤箱先预热 先预热好 预热好之后我们就准备切我们食材 黑色番茄我们就是切薄片就可以了 对 我先把它切成片 那通常黑色番茄我们它需要熟成 所以你买绿的时候 就是再放一下 再放一下 好过来我们小黄瓜切丝 切丝其实很简单 我们先切丝 那切完丝之后我们等一下汆烫一下 我们这个烤箱已经预热好了 来小帮手赶快帮你烤吐司 对 好 放个三片进去 对 好 好 那我们这个切好之后我们就是放到 锅这水已经预热好 我们就把它汆烫一下 好 烫好之后我们把它捞起来 各位家里如果有冰块的话 可以把它冰镇一下 保持它的翠绿跟脆度 颜色跟口感上面都可以得到一样 一个平衡 炒烫锅有什么烫 它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杀青 杀青要把里面的青味去掉 吐司烤好了 好 先把它放在砧板上面 好 接下来先涂这个沙拉 我们先把每一片 把它均匀的弄上沙拉 这个沙拉很重要 沙拉一定要够 抹刀 再把它抹均匀一下 每一个角落都要平均涂到 每一个角落 然后呢这个好吃后呢 过来我们香松 注意喔 它这个香松一定要每个地方 也是都要把它均匀的散落 香松它有一个目的 因为第一它是咸的 第二它有它的那个口感的脆度 那过来我们放一小黄瓜 小黄瓜完之后呢 我们就放一片番茄 对 过来呢 我们再放吐司 吐司这个面朝下 就涂沙拉酱朝下 这个时候看到这边没有涂 对不对 我们再涂一下 再涂一层 把每个边缘都把它涂到 涂完之后呢 好 过来一样还是一样 做花的动作 一样再香松跟小黄瓜 对 再一个香松 再一层 小黄瓜 再一个番茄 好 我们番茄完之后 过来 好 再叠一层 最后一层 那我们轻轻压一下 轻轻压一下 轻轻压一下 过来我们要切 所以看你要四等份 或是二等份就看你 其实我们比较希望 它是小口的入口 切成四等份 它比较容易入口 所以今天 我们再把它切成四等份 好 切完之后 我们可以放到这边 好 这样就完成 一大料理了 那香松 有一些取代的物品 比如辅别 或者是你有什么其他的 那个排列都可以做这样的搭配 虽然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看到还是会口水吃流的感觉 好吃吗 我觉得 我觉得三明治很重要 就是让那个 沙拉酱一定要突破 还有那个香松脆脆的感觉 最后呢 我们还是不要忘记 订阅我们美门官方频道 也要订阅 按赞 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随时收到 我们最新讯息 还可以收看我们美门 官方频道各种节目 当然还有我们 公服务所处到家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